简安乡华人国中红土操场容易造成成土飞扬 已经使用21年之久 经过校方积极争取经费 工程顺利发包了 2号上午校方举行简单的开工仪式 工程在5月底就会完工 届时会有崭新的PU跑道 让学生及附近居民来使用 在体育竞赛项目中都有不错成绩的华人国中 很难想象校园内的红土操场已经使用了21年 而且跑道都严重损坏 经过校方积极争取经费下 运动等级的PU跑道工程顺利发包了 2号上午校方邀请到协助争取经费的先员迪布什依赖前来 一起进行简单的开工仪式 华人国中的操场21年来都一直是红土球场 因为我们学校本身有发展体育班 有足球 棒球 田径 都非常高度的依赖我们红土球场的运作 加上我们校内普通班的同学 所以这使用量非常的高 那红土球场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要克服的困难 就是当我的风势比较大的时候 像红土都会被风沙吹到教室里面 长期下来红土的量也会流失 所以每当我们办活动的时候也要补一些红土的量 那21年下来我们希望说有机会可以获得改善 华人国中基本上是位在我们东昌部落里道部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校 那其实近年来呢我们大概帮他们争取了所谓的图书馆还有艺术教室 甚至是他们的这个舞蹈教室的各项的一些设备 那今年度呢因为他们非常需要这个所谓的这个跑道 PU跑道因为现在是黄土啦 那我们常常在这边办活动 因此呢我们这一次呢是希望能够跟中央争取的大概330万的经费 然后加上线的配合款220万 希望呢在今年度呢完成他们的跑道的施设 那未来呢可能看他们的篮球场的需求 或者是棒球场的棒球练习场的需求也是一样 运动级的PU跑道总工程经费有550万元 预计在5月底可以完工 届时就会有崭新的PU跑道 提供学生及附近的居民来使用 这里我们盛捲相报道